哈喽大家好我是Coco 哈喽大家好我是Charles 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那我们今天来到了 玩一阶之隔的森林湖 The Lake Forest 主要是来探 我们当时是图纸 买给爸妈的一套房子 对买给爸爸妈妈的一套房 当时这个这区还完全没有样板房 我们就是看图纸买的 而且去年特别火 所以就是你来看图纸的资格 你都要去抢 通知你来看图纸 没错 那今天就算可以看到样板间了 所以我们过来一探究竟 我们可能市面上现在最早能够来拍 这样板间实情的 所以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OK所以第一间我们带给大家看的 这个样板间是差不多2900尺 然后它是Magnolian的Monarch 我们带大家走进来看一下 OK 走看一看 OK 进来这条图约是蛮好的是不是 这个位置显得比较大气 而且它这样设计的话 会显得楼梯它没有那么占空间 对 对吧 它这个户型的特色就是门在房子的最右侧 然后它的过道就特别的节省面积 好我们去客厅再往里面看一下 好 这还是一个长条状的客厅 所以所有的生活的空间都在这个位置 那值得提的是Torbrother这次把所有的这个 Cabinet都是做到了顶 当然这个是强烈建议后期的买家都要做的 然后它的这个中导台是最长的这个设计 在这个Monarch这个户型里面 其实做到顶真的是蛮有道理的 是吧 不然我们看到有一些那种不做到顶的 又难清理 而且又觉得好像短一节 没错 显得还你的层高更低了 对对在奥特尔的样板间和实际的 我们现在做resale的时候卖的那个房子 就是说如果有一些客人的这个Cabinet 没有做到顶 它就相对出手也会比较困难一点 也就算一个小小缺陷了 缺陷对对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次样板间Torbrother的 这个整个升级 以及它的这个配套 还是一如既往的 非常的漂亮 然后这次呢 全部都包含了这个48寸的这个冰箱 直接包含在价格里面 包含在价格里面 很合理的 之前我们还要自己买 对 然后这个像这个Waterful的设计 是要花钱的 但是它标配的就是白色的那个瓷砖的 还是很好看 OK 然后呢 它这个室内面积大有多少 这个室内面积是2900尺 它加了Master Retrie 2900尺但做出了5房 对做出了5房 5房5.5玉 所以就是5房5玉 所以就是又要5个房间 然后预算又又比较紧张一点点的话 就可以来到森林湖 对这个价格现在是190万起 然后样板间的这个占地 大概是4000尺的占地 那基本上该有的功能也都有了 BBQ 然后这边可以做的这个 小庭院啊 然后可以再来这里看一下 这次的价格都包含这些推拉仪门哦 这么好吗 对 都不用升级了 以前我们升级花多少钱 还记得 以前它就是把一个个拆开啊 然后让你去买嘛 对对对 现在全部都已经包在价格里了 然后这个是通往车库 是一个双车库 那当然这个壁炉现在是要升级的 但是其实对于5房 想要有这样的品质 你目前在尔湾 可能要花到250到300万美金 就没有这个价了 对对对 然后一楼会有一个房间 啊这是领导 对这是销售主管 销售主管 我们让大家休息一下 我们这次是很casual的这个风格 一楼房间 它这个这次窗户做的很大 所以你看这个采光会很好 嗯 说八子的这个呃窗户 每次都开的不会让人失望 好像也分现代跟那种稍微古典一点 现代款式的 它的窗户就好像特别大一点 对 它还多 特别一般的尺寸更大 对对 长一点 是的 OK 我们去二楼吧 嗯 走 Let's go 嗯 然后楼梯栏杆值得提一下 这个是升级的楼梯栏杆 是这个铁翼的 然后你如果要做 呃 木头的也是可以的 那二楼上来有一个loft 是的 这个还蛮实用的 真的2900尺 我觉得能做到什么功能都有 真的是不容易 你坐在这张桌子上 写的格格不入 这是给小朋友的 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子 OK 这个二楼的loft 然后呢 它上面就是另外 外的套房 全部都是在 卫生间的套房 五个都是套房 没错 这么神奇的 采光非常的好 你看 真的 是不是 我第一次在一个厕所 看到这么大的窗户 你自己拍下窗户 不要拍我 哈哈哈 是不是 对 明卫嘛 现在慢慢的 呃 我们国人过来以后 他强调厕所 没有卫生间的 这个 在美国的房子 有一些比较多 他提出的意见 开发商听到 所以这是一个趋势吗 应该是 那以后会不会做玻璃幕墙的厕所 好像听着很诱人的样子 洗衣房 然后紧接着给大家看的是 另外一个儿童房 真的是五个套房 五个套房 而且你看这这项窗户也很大吧 对 对 之前的真的没有 这次他们改的非常好 是的 这次的户型他有调整 然后这个推拉一门 2900尺能做出这种效果 也算是很惊人 2900尺的 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儿童房 好漂亮哦 托巴拉的样板间 为什么每一次一出来 就被人家抢购一空呢 是不是 对 就是因为他这个使命装修 确实做得很Q 非常好看 这个 其实这个户型非常适合我们 你看他 他设计的就是两女孩 一个儿子的户型 我觉得我们不如省一点钱 就住在这里好了 住在四个屋 对 他呢 这个户型就是因为增加了这个 所以他是2900尺 如果呢 没有边上的retree 就是到我先生的这个位置 这边结束的话 是2800 差不多 是 那这个masterretree 还是很重要的 你整一个主卧 就会多这么一块 可以就是sitting的 这个一个area 好 我们来看看 他的卫生间 我觉得他的户型 这是真的蛮成功的 就属于 怎么讲呢 不到3000尺 但设计的什么功能都有 有五个套房 对吧 就让人觉得是这种很有性价比的选择 对 而且没有 没有一丝浪费的 是不是 OK 这个是我们给大家看的第一个样板间的整体 从这一看下去也觉得进门的地方比较开阔一点 开阔一点 也比较大气的 是不是 好测试啊 123 哈喽大家好 肥不肥 肥 哈喽大家好 我是肥爸 大家好我是肥爸 大家好我是肥爸 我们是神猪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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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要本家看不看 哈哈哈 试一下看效果 哈哈哈 认真的啊 不然我说我们要定位一下我们的风格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应该跟别人比较 哈哈哈 因为我们专业不管人家 有没有人家美貌 是不是 有没有人家口才 我们不如就是搞笑一点 比较欺误你一季节 有没有道理 好没有 但是开头吧 好不好 哈哈哈 先来一开 没妈没妈是koko 哈哈哈 但是koko是没妈 我是koko 你是koko 最后的尊严是吧 不要做最好 哈哈哈 ok 最后的尊严 好赞 一二三 OK 哈喽大家好 我是koko 哈喽大家好 我是Charles 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